重庆市石柱县中义乡地处武林山原始森林深处 曾经是重庆市的深度贫困乡镇之一 近年来当地积极发展特色旅游产业赋农增收 重庆市石柱县中义乡一直以来就有养蜂的产业 农民的收入单一 现如今游客不仅能品尝到高品质的蜂蜜 还可以亲身体验养蜂采蜜的乐趣 我才知道这个蜂蜜还可以做成香皂 做成蛋糕 我可以带我自己的小孩过来参加这种手工体验 很值得参加 除了特色的临下农业 当地还改造了绵延六公里的景观古地 通过多种方式支持村民改建闲置房屋 开办民宿 预计每年可为当地带来超过三十万人次的旅游人流 我这次是慕名而来 看到这里三清水秀风光好 而且我们吃的菜都是当地的山野菜很有特色 我们开农家了 一年下来十大万块钱吧 还有那个我的公寓系岗位啊 牛转金啊 可能十二万块钱差不多顺收入吧 目前中益乡已有七十余家农户开办农家院 共实现旅游收入超过五百万元 此外当地还打造了土家族 文创市集民族艺术演艺剧场等文化旅游项目 拓展旅游市场 包园